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黃俊瑜 今天是2023年10月10日星期二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有一件熱話是這樣的 近日有位公屋的港媽 不斷拍片宣傳自己住一間很抵住的海景公屋 而此揭發他原來之前在另一條片講過自己在深圳擁有400萬元的物業 整件事是怎樣的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房屋處是否要加入調查 熱話繼續發酵的和各位一齊了解一下 另外也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時事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提及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公屋港媽疑似在深圳擁有400萬元的物業 自稱月入3萬元 屢次曬的2200元租到600呎的海景公屋 報導的內文提到 近日有一位港媽穿著儒家衣 大曬以2200元租住海景公屋 而此四人家庭住600呎的三房公屋 又設了這個非熔房間引發熱烈討論 該名港媽被網民踢爆 而且深圳擁有價值400萬元的物業 也都曾經自稱月入3萬元 那位港媽的公屋為處東涌 在上個月月底 她接受內地網紅訪問 以一身緊身的粉紅色儒家三款出場 非常之搶眼 開箱片以一名內地網紅撞齒 隨街亂截 剛好遇到這位港媽開始 港媽在訪問當中更加豪然 香港隨便打一份工都兩萬元 這樣 面對爭議之聲 各位港媽繼續接受內地網紅訪問 再度用這個貼身的瑜伽衣打扮 大了她那間 以2200元就能夠租住的海景公屋 她今次在訪問當中 一再強調 單位裏面的三間房都能夠看到海景 而且再有豪然 就說 家裡的其中一項的開支 可以追得上房租 有關港媽的兩個訪問 在網絡奉傳過後 有網友踢爆 港媽在2018年 曾經接受內地網紅訪問 當時就介紹她 在深圳擁有一個價值四百萬元的單位 港媽在訪問當中更加自爆月入三萬元 那位港媽兩次訪問 都是如同隨機在街上被截到 有網友踢爆 港媽原來同時是一位 內地來港的網紅 她在內地多個的社交平台 都有開設帳戶 其中她的抖音帳戶 就擁有三十六萬多位粉絲 她的帳戶資料顯示 她的年齡是29歲 是廣東的福建龍岩人 是一位無特兒和演員 帳戶的IP屬地在廣東 對於港媽過去曾經自稱在深圳擁有物業 不少網友都表示關注 呼籲房屋處徹查是否有人 申請公屋的時間去報資料 話說現在的四人家庭公屋 入息和資產正值限額 每個月的入息是三萬零九百五十元 資產正值限額是五十七萬元三千元 公屋的申請者申報資產 是需要包括境內和境外的物業 公屋的申請人如果作出虛假的陳述 是屬於刑事罪行 最高可以被判處罰款五萬元 和監禁六個月 相關的公屋申請亦都會因此被取消 而已經入住的公屋單位 亦都會因此被防屋處收回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搞出個大頭髮 因為港媽近日不是一次接受訪問 是兩次 兼且都不知道是否是訪問 因為兩次都在街上截住 主持人問她你住哪裡 我帶你上來看看 就好像一條短片一樣 結果上去她的家就很漂亮 三間房都看到海景 兼且有工人房 四個人住在一個這麼大的單位 家人的單位都挺大的 在說六百尺三房 很多網友估計 可能有很多原因 因為在說若然你四個人 當中有些人有特殊的需要 有機會配大一點的房間 但為甚麼呢 到現在都不知道 不過事件峰迴路轉 有網友踢爆了 原來這個港媽 所謂的港媽 在幾年之前曾經接受另一個媒體訪問 大爆自己曾經在深圳擁有物業 令B商月入也高達三萬元 當中究竟至今的深圳物業 是否仍然存在呢 另外亦都說 月入多少錢這個也是關鍵之一 網友呼籲 火柱要介入了解 撤查是否有人去報資料 閉加火了 事件究竟有甚麼下文呢 我們就持續跟進 又是一則 是一些抖音片 一些小紅書片段 廣傳過後引來的風波 另外亦都轉在這一單的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疑似打風過後 花槽積水 美孚的住戶窗邊倒水落街10分鐘 街坊狠批無品 報道多久的問題 台風小圈為香港帶來大風和暴雨 部分地區出現水浸影響交通 即使身在家 亦都有市民面對預所積水的問題 有美孚的街坊 星期一10月9日拍攝了片 顯示有住戶打風過後 疑似發現單位的窗外花槽就積水 竟然用水盆裝水直接往街外倒出 過程長達十幾分鐘 拍片者批評攝氏的住戶行為自私 街坊看完片過後 紛紛露漆 甚至質疑相關的行為 已經違反了高空雜物的法例 影片引來街坊的討論 有人估計攝氏的住戶打風過後 發現花槽積水 但批評高空倒水的行為沒有品 就說買個泵就完成了 若然那個去水是失去的話 也不用這樣 也有人說在窗邊倒水的行為 已屬違法 建議事主報警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都可以說是冥冥之中 天網灰灰 基本上是很難捉到的 但有人就看上樓上 看到這個人不斷倒水落樓下 這個人倒水的時間都不知道自己被人拍到的 其實有時候也是 有些人很喜歡扔垃圾出窗外面 伸完秘態又扔下街 然後倒水倒下街 其實倒那下扔那下 就以為沒有人捉到 結果這件事就拍到正正 駕駛上網過後 網友議論紛紛 另外也說說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大角咀兩車箱撞 小巴打八甲鑽 再撞向路邊的的士 五人受輕傷 報道的內文提到 大角咀發生交通意外 在今天10月10日1點多 有部載乘客的小巴 沿大南街向太子方向行駛 駛至近白羊街交界的時間 被一格由讓線駛出的的士 撞向左邊尾部 小巴被撞過後打白夾轉 衝前近30米過後再撞向 一部停泊大南街路邊的的士 在說救護人員港底現場 小巴上一位男司機 和四名乘客都受傷 被帶上救護車上治理 的士的車頭嚴重損毀 小巴和另一輛被撞的的士 就車尾損毀 現場消息說 的士當時剛剛上客 前往港島區 的士司機正在詢問路線的時間 發生意外 消息說疑似有人洗經 上指讓線的時間 沒有留意路面情況 讓成意外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讓線不讓 結果撞動應一應 兼尺打白夾轉 多達五人都受傷 另外也說過這件好人好事 根據Yahoo新聞的報道 亦是來自香港動物報 小血8號台風下有愛 消防徒手爬上山坡救回走室的狗狗 報導的內文提到 話說在八號風球懸掛期間 狂風暴雨 並沒有令狗主、義工、消防員 放棄搜狗走室的狗狗 話說這隻狗日前的夜晚走室 結果多位義工繼續搜索 最終在牛頭角的彩盈村的山坡 發現狗狗 由於地勢險要 他們聯絡了消防員幫手 牛池灣消防局的消防員到場 悟念危險 徒手爬上山坡 其後成功把狗狗救起 回到主人的懷抱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亦是香港動物報的報導 說真的厲害 多謝消防員 在這個風球懸掛期間 有一隻狗狗就失了 結果當時義工都很想救 不過在山坡之上太險要 消防員亦徒手爬上去 結果就是捕狗下來 並且狗狗雖然身上有多處的拆箱 不過沖完糧過後回到家 倒頭大碎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